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最京都的老吾 老吾現在人在東京的潮建站 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從東口這邊出發 步行一分鐘就可以到了 這邊這個潮建站距離東京迪士尼樂園的五兵站只有九分鐘 所以如果有要去迪士尼樂園玩的人 住這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好了,我們抵達了我們今天要入住的飯店 東京灣潮建王子大飯店 讓我們一探究竟裡面 打開門來映入眼簾的是具有設計感的牆壁 大大的用霓虹燈寫著 Welcome 牆壁的圖都還蠻讓人覺得有趣的 喔,這就是他們飯店大廳 很有開放感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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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要請... 部屋に関して設置しているアメニティ類その中で使い捨てのものは歯ブラシだけの設置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お部屋にあるものとしては部屋ギア、タオル、スリッパ、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ございます 歯ブラシ以外の小物類をご利用いただければ左側にあるんですが その手前にボックスで用意をしているのでそこから必要なもの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滞在中何かご不便なことがあれば内装の2番においてください こちらは大浴場のご案内です 場所は2階でお時間ここに帰ってきます 大浴場にタオルの設置はございませんので室外と部屋からお待ちください こちらはお部屋の11階でチェックアウト明日の11時で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左側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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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大小有29.7平方公尺 算還蠻大的 那我們一樣從玄關開始看 這就是玄關 這邊有可以掛的東西 然後這把黑色的傘是從飯店那邊借的 因為今天下雨 這個是老屋的行李箱 行李箱後面呢 有銷售及一個用鞋子的 旁邊是垃圾桶 這邊有金褲 然後下面這個籃子 裡面是睡衣 旁邊這個袋子呢 是可以帶去大浴場用的 可以放毛巾或自己衣服 上面這個是浴巾 這個是老屋的包包 然後這是剛剛在東京車站買的圖產 很開心 這邊是衛生紙 插手的毛巾 洗手台 洗手爐 兩個束口杯 跟牙刷 其他的備品要在一樓拿 等一下去看 然後這邊這個鏡子 他們很美的LED美顏鏡 用這面鏡子化妝的話會很好畫 而且怎麼畫皮膚都會看起來很好 再來往下面看 這邊有個掛毛巾的架子 這邊還有浴巾跟毛巾 下面這個是拖鞋 這邊呢是一面全身鏡 但是其實它是一扇門 打開來之後 打開來之後 是廁所 一樣也是免治馬桶 這邊這個是踩腳墊 這扇門打開來之後 是浴室 雖然他們有大浴場 不過他們房間還有附浴缸 這點非常好 一樣他們的沐浴用名有潤髮爐 洗髮精跟沐浴爐 這邊有可以坐著洗澡的椅子 再來往重點房間看 這是我們的兩張單人床 這邊是一顆抱枕 兩顆枕頭 一顆軟的 一顆硬的 棉被的部分的話 厚度普通 這邊的硬度也是普通 這邊有房間的電燈總開關 跟你的兩孔插座 還有個USB插座 太好了 這邊是我們的小客廳 這邊還有一張椅子 這邊有放一張說明的紙 是說房間不能夠抽菸 如果有抓到抽菸的話 登登 他一次要賠三萬五千日圓的清潔費 好貴啊 沙發的旁邊也還蠻好的 有兩個兩孔插座跟兩個USB插座 這樣就可以邊看電視邊滑手機了 他這個沙發還蠻大的 可以躺一個人 這邊有四顆小抱枕 看一下我們的窗外 是他們的庭園 可惜今天下雨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這邊是一面具有藝術感的牆 空氣清淨機 服務人員還蠻貼心的 他們已經把我打開來了 衛生紙 這是他們的筆記用逐 還蠻可愛的耶 是用相框的這個架子放的 這個是時鐘 喔 長得很像威士忌酒瓶 這個按鈕是什麼 喔 亮燈了 所以這其實是一台音響囉 藍牙音響 還蠻特別的耶 下面這個櫃子呢 放的是茶具組 這邊是兩個馬克杯 後面是兩個玻璃杯 還有湯匙 跟攪拌的東西 他們的馬克杯 他們自己飯店原創的設計 是東京的地圖 下面是冰箱 也是空的 這邊打開來 喔 後面這台黃色的是膠囊咖啡機 然後有兩瓶礦泉水 下面這個是冰桶 熱水壺 膠囊咖啡 然後糖包 像在牆壁上的液晶電視 行李架 然後還有六支衣架 OK 那我們房間介紹就這樣結束了 去探險一下飯店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電梯門口前面有放五支的盔甲在 11樓這邊呢 還有販賣機跟製冰機 這邊是飲料販賣機 製冰機 還有一台微波爐可以使用 它飯店前它旁邊有放可以拿取的備品 刮鬍刀 刮鬍液 梳子 伯梯套 髮圈 棉花棒 浴帽 化妝棉 這邊的話 乳液 卸妝液 化妝水 這個是護髮料 他們大廳這邊有很舒服的沙發空間 它前台旁邊有放一些販賣物 這個是客房的馬克杯 一個要2000日元 這裡有賣露浴料 尾巴板 這是飯店的帽機 員工身上穿的一件五球 睡衣一件三球 下面還有周邊的觀光資訊 它這邊這個桌子可以辦公 這邊有兩孔插座跟一個USB插座 剛好可以拿來用電腦寫東西 這個梅的位置是專門提供給人拍照的嗎 旁邊的花好漂亮喔 終於找到他們西淵寺了 他們西淵寺在這邊 哎呀 要刷房卡 哇 他們還有一個室外庭園 只可惜今天下雨 飯店旁邊有一家全家 這裡是二樓 大玉場在左邊 哇 這是一個愜意的空間 這邊有窗戶可以看到一樓 還有健身房 左邊這個藍色是男士的大玉場 左邊這個藍色是男士的大玉場 後面這個紅色的是女士的大玉場 怕大家泡完澡 口味殼 這邊有飲料的自動販賣機 這邊還有投幣式洗衣機 哇 還蠻多台的耶 總共有五台 那普通模式的話 3公斤120分鐘總共600日圓 這邊還有個洗手台可以提供大家洗手 他一樓這邊還有給小朋友玩的地方 他們一樓的公共廁所做得很有設計感 左邊是女生的 右邊是男生的 這邊有哺乳室 一樓這邊還有外幣換匯機 跟停車場的結算機 還有貴重物品的置物櫃 櫃子都還蠻小的 應該只能放小東西之類的 這台是外幣換匯機 停車場費的結算機 準備來吃晚餐啦 預約了飯店一樓的餐廳 一樓的餐廳 用來吃飯 ó 像是這麼大店 試試看 名牌的餐廳 場面是餐廳 開餐廳 好少人 來啊 好少人 我们要去泡澡啦 泡澡啦 Go 泡完澡啦 这是他们家的睡衣 两镜式的 穿起来还蛮舒服的 是有点灰色 配上这个咖啡色的香线 然后这边 卧室跟洗手台 这边有扇门 可以隔开 在这边化妆或者是换衣服都OK 好啦 关掉 电视 准备 准备睡觉 关 晚安 大家早安 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今天是好天气 超美的蓝天的啦 今天丰盛的早餐 说说这次的入住感想 首先这边的海外房客特别多 所以服务人员都会讲英文 同时也有中国籍的服务人员在 所以讲中文不会有问题 饭店周边有便利 商店也有超市在 也有很多餐厅 基本上如果连住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困扰 房间也很大 也很舒服 船也很好睡 还有大浴场 可以疗愈你的身心 早餐的种类很丰富 基本上以西式为主 比较迎合外国人的口味 老吴自己是比较喜欢吃饭的那一种啦 所以这里的早餐对我还好 整体来说这家饭店 非常推荐给大家 他们这里还有冰淇淋 天呐 哇 看ує 啊 自己 fuera 爱 说 İ 是 欢 presented 哇 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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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喂 咱尾 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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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再见我们的房间 住得很舒服 现在已经11点了 我们要来退房了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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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跟我们昨天的饭店说 拜拜 下班 中文字幕 李宗盛